你们见过国拼大将的刘国良,驯化运动员吗? 说起谁是国拼最受欢迎的人,可能不仅仅是奥运夺冠的马龙,也不是陈梦琴,而是教练刘国良。 刘国良最近被提拔为乒乓球协会董事长,现在可以说是充满了生机和喜悦。 此外,他还亲自张贴了国内将领讲话的图片。 2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仅仅世界冠军有十几个,其中马龙和许新我们很熟悉, 端端正正坐在小椅上反观刘诗文他很霸气随性,其他队员动作很少, 但是看得出来,刘国良在的时候还是很有领导感的,赛后讲话还是可以帮助到运动员的。 再看看范震东,难担马龙输给范震东后,个人状态难免会受到影响。 和刘国良谈话后,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非常多,在比赛时也发挥得非常不错。 不得不说,刘国良还是非常有能力的,你认为刘国良是金牌教练吗? 感谢您的支持,让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